双方第一局比赛开始 首先有实际又一发球 三十六步是 打单面拉的 所以它不够灵活 它好处在一就是正手比较固定 它正手近 本来说从这个乒乓球发展 在叫守旧宝石 它打这把快攻啊 为了它更离得比较近 包括后半手指那是弯的 就是后半手指的弯的 它都不能进滚 引进扶植砖 它还遇到了暂时的困难 这几年来 再来说它还是很重视 对于年轻队员的培养 包括它的也都是横板两边拉 再一个他们都是先错 开始嘛 它是主要是利用中国海外兵团的 一些运动员在打 基本上是世界的前八名 打好了可以打进去 它比分差就是一分 随便六分领先 高了 从俄罗斯来说 对冰芒基本功非常扎实 嗯 但是它基本上在 在德国比利时打电 欧洲联赛是有不少 公国运动员 特意的一些老运动员的 或者在国外打局的老运动员 很熟悉 也就是在 听说这个 喜欢呀 骑这个 这个永刚啊 体育文化 发展 公司啊 我觉得 老国手 我也是他叫 这里边的直白牌手了 那时候当时的情况下 很少很少 刘伟良 刘伟良 亚洲的冠军 所以如果打了几年现在又回来 一定的经验 还有一定的经验 它也是那个永刚飞啊 这个也已经才赶过来 对 所以我觉得有机的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去年我们还搞了 后的群众 群体基础 好 双方第三局比赛 中霸赛 第二场的比赛是由日本的 十一 二零零零七江中碑龙是点男子 平常球成八赛 一共坤 日本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 日本的 第四场是由 瑞典的 中国选手 马林 中国的马林也是两次 另外呢 向右翼领先一分 发球 滚网 反手拉起来 就出台了 四面那种发球 如果成为 转梅 转梅 从内ver 转梅 就出台了 安全 反手 驳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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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这场球来说 从日本拳上来说 获得过俄罗斯的斯米尔诺夫 日本的11比8又扳回一局 非常靠厚的 发右侧拳比较多 我们在乒乓球术语上叫逆旋转发球 原来都是从这个单板拉当中演变过 比较强的进攻能力 这也是这个亚洲除了中国以外的选手 得分的主要的一个技术 对 像韩国的选手 侧身雷南葵啊 安仔亨啊 当年的 都是这种灵活 我们叫打人 其实也就是说说细点 打人的综合能力 非常综合 然后 然后 随着这个 有时候往往在 国外有的一年 咱们俩能够解决好 本土作战 在当中有些一分 他的局点 一分 吃鸡又一射 接下来 斯米尔诺夫有11比6 11比9 有很大的影响 有很大的影响 在黑龙江电视台的 2800米的演播大厅为您介绍的大比分领先 龙世界男子乒乓球争霸赛已经连续 从第一届拍的马林 第二届拍的王好 而且就是说这个比赛还有欧洲 运动员 欧洲 顶尖高手 他在法国也打一个比赛 对也是一个比赛 同样性的比赛 可能那个比赛 早一点 早一点 对 没有来 但是这样的赛事还是不少 好的交流的一个机会 下将结束整场比赛 mom 我 有点 好 哦 这 就是 好 十三比十一